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希望未来能够让台湾在未来的国民教育的阶段 希望能够在国民教育的阶段不要实施同志教育 我们针对这个公投案非常忧心也非常愤怒 所以今天由伴侣萌跟非常多的高中生的代表 今天来到中选会的门口 那当然原因也是因为中选会并不愿意让身为同志的组织 也不愿意让身为学生的代表能够进到听证会来发言 所以我们要来这边表达我们今天的意见 依据公投法所举办的公投 它必须是在我们的民主宪政架构下来进行 同时呢它还必须要符合公投法的要件才能够交付公投 那如果公投的主文这个提案内容并不明确 不能使人了解其争议的话是必须要驳回的 因为这样的公投是没有意义的 甚至是浪费社会资源的 什么是同志教育 首先它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上以及政策的一个明确的定义和内容 同志教育它实际在第一线实施的情形 事实上差异也蛮大的 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教科书来施行这个教育 而是进入一个进行一个融入式的教学 这个提案本身除非它能够特定说明 它所说的同志教育的意涵是什么 否则这个公投是没有意义的 第二点我们要知道 这一个公投它本身并不是法律的覆绝 因为呢性评法本身根本没有说到同志教育这四个字 那它是不是重大政策的覆绝呢 首先要说的就是如果提案人没有办法明确的特定政策内容 事实上它也不构成一个政策 再者呢他们是针对所谓的 他们眼中所谓的不当的教材 或者是教学的方式进行抨击 然后认为因此必须全盘的要求同志教育 退出国民 同志教育退出国民教育的阶段 我们要说这是非常明显的 手段和目的不成比例的一个状况 也就是说是违反比例原则的一个公投投案 下一代幸福联盟曾发表声明 说这个反同志教育公投影响的对象 主要为国中小学生 与我们高中生无关应该置身事外 但我们这次认为 12年国教的教育政策总纲 性别平等教育法 也将这12年的国民教育政策紧紧串在一起 而戏真的性别教育本来就该从小做起 才能使教育的意义得到彰显 中小学阶段尝试性别性倾向意识萌发的阶段 对校园中的多元性别族群而言 这是同学开始意识自己与旁人一同的时节 当这些同学有一天遭到旁人异样的眼光 不友善的对待时 不免会感到彷徨无措 这时身边各式各样褒贬不一 可能戏虐 可能轻视的言论 将严重影响同学的自我认同 若我们社会的下一代 从小便在忽视性别平等教育的环境里成长 即使在高中阶段的性别教育 做得再妥善再踏实 也难以再撼动个人对于多元性别 性倾向的尊重 认知与理解 我们身边的LGBT族群 也包括我本人 时常受到社会上异样的眼光看待 歧视 欺凌 当中甚至有人再也无法承受住 而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为了消除这一切歧视的言论 我们需要通过教育来教导学生 如何去尊重你身边每一个不同的人 倘若同志教育被这些反农团体去除了 那无疑就是在人权上面在民主上面开的大道车 我们必须在此强调 这次的反同志教育公投案 不单单只是教育问题 更是包装在教育中的性别政治议题 当一个学生 他还来不及了解自己的性别认同和性倾向 就被迫于 以二人的生理性别作归类 甚至被主流的一男一女的爱情及婚姻价值观框定住 进而把非裔性恋 以及不符合他所属的生理性别 气质的人排除在外 我们认为 身为受教者的学生 才是整个教育的主体 才是整个教育的厉害关系人 我们反对以18岁以上成年人的公投 来决定学生该受的教育 我们呼吁中选会 应该依宪法判处此次公投为宪 教育内容本身 他必须传递出平权的讯息 以及多元的视野 这样才能够真正帮助我们的学生 健康成长 而且接纳自我 这也是均平平的教育 最想要做到的事情 而且我觉得不要轻忽小孩的理解能力 其实我想孩子们学生们 绝对有能力理解同志议题 不管他自己的性倾向是什么 那另外一方面呢 教师还有家长也应该培养一下能力 什么样的能力呢 你必须要能力用适当的方式 跟孩子们讨论同志议题 而不是当作他不存在 或把他当作是洪水猛兽 因为如果你采取这样的态度的话 你很可能是变相的鼓励歧视 间接的纵容了校园里面的霸凌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 反同组织推动 这个反同志教育的公投 真正的目的或许不在于赢得这个公投的结果 我们都知道年底就要大选了 这个公投榜大选 很明显的结果是会涂利特定人的政治利益 而且也很明显的是会在这个过程中 对多元性别营造出一个极具敌意的环境 更糟糕的是纵然这个提案通过 在教师享有思想自由 教学自主和专业判断的余地之下 尤其在我们的性贫乏还在 禁止性别歧视 禁止性霸凌的状况下 事实上也无从要求教师 不可以提及性倾向 性别认同的这些差异 以及尊重这些差异的一个要求 所以真正的重点是 这样的一个公投目的是要制造一种寒蝉效应 让所有的人把同志 把多元性别当作洪水猛兽 而这才是我们最忧心的部分 所以请大家一起睁大眼睛 和我们一起来反对这样一个荒谬 违法违宪的一个提案